放眼整个神国 他是万古以来第一个领悟原道的人 叶灵天也彻底呆住了 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 这是上古神帝的气息 若雪姑娘恋成明月天书了 天哪 那她岂不是掌握了原道 就算崇光大帝复活 恐怕也不是她的敌手吧 玲珑宝塔内 诸多叶家弟子感受着天地间滚荡的月光 都是无比诧异 掌握了原道的下若雪 锋芒已经达到了上古神帝的地步 而靠着天书的威力 甚至连上古神帝都不是她的敌手 在原道圆月的碾压下 颜天龙神也是无比惊慌 连连后退 她已经失去所有战役 她很清楚 如果战斗起来 下若雪一贪值就能将她碎尸万段 她不会有任何胜利的机会 危急关头 颜天龙神掏出了一只符罩 这符罩上面萦绕着一缕缕的星帝浩然气 磅礴而浩大 是轩辕莫爷赐给她的星帝剑服 看着下若雪无比璀璨的剑芒 颜天龙神紧紧攥着符罩 却不敢释放出去 因为下若雪的气息实在太强悍了 光靠一张符罩 她没有战胜的把握 就算是轩辕莫爷 也没有想到下若雪会变得这么强大 居然直接掌握了圆道的奥秘 连她也做不到 想击败下若雪 除非轩辕莫爷亲临 否则天道宫没人能够做到 今天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颜天龙神看着满地的尸体 内心无比绝望 仅仅攥着星帝剑服转身就跑 她很清楚 就算释放星帝剑服 也不可能战胜下若雪 下若雪已经得正大道 领悟了圆道奥秘 除非轩辕莫爷出手 否则整个神国都无人能撼动她的锋芒 上了人还想跑 下若雪冷哼一声 掀手一挥 圆月如伦破空斩杀而出 如果被颜天龙神逃回天道宫 她练成明月天书的事情 绝对要泄露出去 一旦被地缘殿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叶辰的敌人已经够多了 下若雪不想因为自己再拖累叶辰 所以她绝对不能让颜天龙神活着离开 圆月宝轮边缘如锋刃 斩割空气发出尖锐的声响 令人心胆剧烈 不好 剑状 剑状 阎天龙神彻底慌了 没想到下若雪出手速度这么快 这轮圆月宝轮几乎是顺杀而至 他压根不能抵挡 星帝飞剑 杀 危机关头 阎天龙神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慌忙挤出星帝剑符捏了个法绝 催动符罩内的能量 顿时 一缕缕浩荡的鸿蒙能量 狂然地滚荡而出 化作了一把把飞剑 横空陈列着 无数的飞剑 足足有十万把之多 当空盘旋 每一把飞剑 都萦绕着一缕缕的星帝光芒 气息非常凌厉 星帝浩然气 诸天神剑诀 若雪姑娘 小心了 夜灵天看到这一幕 顿时一脸震恶 阎天龙神这张符罩 蕴含了星帝浩然气 和诸天神剑诀的气息 两者融合演化成了星帝飞剑 十万把飞剑盘旋苍穹 那浩天的剑气 简直是要斩杀一切 剑气激荡之下 山河乾坤都在动摇 无妨 区区一道符罩伤不了我 除非轩缘莫些亲临 否则天道宫内 无人是我的敌手 夏若雪看着漫天的飞剑 却没有一点慌乱的模样 依然镇定而平静 她很清楚 明月天书的威力 她尽得天书精髓 已经掌握了原道奥秘 实力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除了轩缘莫言 天道宫内 已经没有人能够伤害她了 十万把星帝飞剑 凶悍暴杀而出 只斩下若雪 恐怖的剑气 将夜空震荡成白昼 天地间尽是狂乱的剑光 风起云涌 乾坤动摇 画面非常壮观 逃 然而 阎天龙神释放出符罩后 却是狼狈逃跑 没有再战斗的意思 她非常清楚 夏若雪已经无敌了 区区一纸符罩 连她的头发都不可能伤到 原道的天威实在太过厉害 她只想依靠星帝剑幅 拖延时间 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机会 逃回天道宫 向轩缘莫言禀报 夏若雪已经得正大道 想抓住她 要么轩缘莫言真身降临 要么请地渊殿出手 没有其他办法了 哼 想跑 能跑得了吗 夏若雪冷哼一声 掀手一挥 一片月光扫出 掠破虚空 落在阎天龙神的身上 阎天龙神发出一声惨叫 在月光的笼罩下 浑身剧烈疼痛 宛如遭到了 针芒刀剑的脚割 非常痛苦 而此时 十万把星帝飞剑 也杀到了夏若雪面前 夏若雪淡然自如 屈指一弹 弹出了一缕轮回星宴 下一场 轮回星宴猛烈燃烧 化作了一片连绵天际的火海 一把把的星帝飞剑 钻入轮回星宴火海里面 瞬间被烧成虚无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什么 阎天龙神看着这一幕当场吐血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虽然知道夏若雪领悟原道后 已经无敌了 但他没想到夏若雪居然无敌到这个地步 足足十万把星帝飞剑 居然全部葬身在他的火焰下 不可能 你的轮回星宴不是残火吗 怎么会这么厉害 阎天龙神不敢相信 轮回星宴的本源 在女皇玄机月的手里 夏若雪掌握的只是一缕残火 但现在 这缕残火却爆发出惊天的威力 瞬间葬灭了漫天的飞剑 哼 我的境界 岂是你能懂 夏若雪冷眼看着阎天龙神 他练成明月天书后 天地缘起加深 连轮回星宴都蜕变了 这轮回星宴也沾染了道源的气息 杀伤力大大提升 烟天葬剑 简直是轻而易举 雪姐姐 好厉害呀 这时候 小白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捂着胸口 忍着身上的伤痛 看着夏若雪高高在上的模样 他目光满是崇拜和恋慕 甚至有泪水流出 小白 没事吧 夏若雪看着他 心里却是一阵疼袭 小白为了保护他 被炎天龙神斩成了重伤 幸好血脉强横 总算是没死 还留有一口气 只要静心调养 还有恢复的机会 雪姐姐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小白脚步跌跌撞撞 朝着夏若雪的方向走去 夏若雪很是心疼 也朝着他跑去 好机会 这个小丫头倒是可以拿来当人质 炎天龙神看着小白柔弱的模样 双眼顿时露出了凶光 心神转动间 炎天龙神拔刀在手 脚步暴掠 瞬间杀到了小白身后 紧紧地抓住他 刀锋架在他的脖子上 混战 你做什么 夏若雪看到这一幕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大声呵斥 雪姐姐 小白翘脸也是煞白 脖子上寒毛一根根竖起 头皮发麻 只要炎天龙神刀锋稍稍一压 他就要伸手一触 香消玉云 嗯 炎天龙神看着两人 感情深厚的模样 心里顿时窃喜的 夏若雪 站住别乱动了 否则别怪我刀锋无言 放开小白 夏若雪无比震怒 没想到炎天龙神会抓小白当人质 此时的炎天龙神身上伤口遍布 鲜血不断地流淌 他刚刚遭到夏若雪 明月圆光的袭击 已经受了重伤 但他肉身强悍 就算重伤也能支撑住 何况小白的伤势比他还要严重 他控制着小白 小白毫无反抗之力 要我放开他也行 你乖乖服罪 跟我回天道宫 炎天龙神冷冷地看着夏若雪 一字一字道 跟你回天道宫 夏若雪焦躯一颤 一旦去了天道宫 恐怕是羊入虎口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出来了 没错 只要你肯跟我回去 我马上放人 炎天龙神紧了紧刀锋 小白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痕 夏若雪咬了咬牙 死死地盯着炎天龙神 手掌缩在衣袖里寻找着出手的机会 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乱动手 否则在你杀死我之前 我绝对能砍掉他的脑袋 炎天龙神杀气毕露 他虽然万万不是夏若雪的敌手 但他要在临死前斩杀小白 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十几千 小白眼圈通红 想牺牲自己撞刀寻死 但他契机被炎天龙神所致 却是浑身酸软 丝毫动弹不得 小白 夏若雪的娇躯颤抖着 当初玄机降临 小白为了守护他 不知道有多么的拼命 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小白被杀 叶灵天大哥 快杀了我 不要让雪姐姐难做 小白望向叶灵天叫喊起来 闻言 叶灵天顿时震荡 握腔的手颤动着 现在的炎天龙神已经受了重伤 他要动手的话 炎天龙神是拦不住的 如果杀死小白 就能解决夏若雪的后顾之忧 也不会有被天道公利用的危险 但问题是 他和小白相处了这么多天 也有了感情 哪里舍得下杀手 而且小白夺赦了太阴玉兔 得到上古大兄的躯壳 正是即将要拟天改命的时候 他更不敢动手了 电竹 如果你在此 你会如何定夺 叶灵天恍惚之间 想到了叶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